玻璃市呢 你來這邊之後有什麼 我剛從桃園搬來台北的時候 然後一直在找工作 然後就是丟了上百份履歷 然後面試了很多大小公司 都沒有被錄取 然後那時候就是覺得 是用自己的照片嗎 當然 不然呢 然後就是因為台灣 雇用外國人他要有 那個勞動部那邊有一個規定 就是他 音樂兒一定要達到一個水平 他才有辦法幫你申請工作簽證這樣子 然後那段時間 將近四個月都沒有工作 然後就吃老粉這樣 那段時間就是早餐就是 豆漿油條 午餐泡麵 晚餐 吃滿多的 沒時間 過多了 滿多的 你已經吃了2500卡 過了 熱量超飆的 這個也要計較 可是在台北真的很難生活 沒有 在一開始外國人真的很難生活 我一開始真的 我遇到了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是讓我快差一點點要放棄台灣 就是我 就是那個 房租非常非常貴 就像孟都講的 房租真的很貴 你在台北跟台中比起來差太多 我那個時候一個月不到3萬塊 可是那個房租超過1萬塊 然後但是那種沒有窗戶的那個套房 然後就是他的窗戶是到 另外一個人的那個廁所那邊 反正那空氣都不是一整天 四個季節都是很悶 都是很不好的 所以後來我受不了 我就搬到淡水 因為淡水 我找到是唯一一個地方是 房租沒有那麼高 可是舒服 就是又不高又舒服 問題是到那邊 每天我也來到台北市工作 很遠 有時候你太晚回淡水站 沒有公車 你要走路到家裡 又要走半個小時 不然就是坐Taxi 然後又沒有錢 所以我那個時候真的決定 差不多要回意大利了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有第一個 第一份有一個簡訊 那個現在是我的經紀人 那個時候就是叫我去唱歌 他怎麼找到你 通過認識的人 因為我有推薦的人都說誰 一個案子 好啊 所以我就沒有回去了 抱歉 好的一個開始 那Bio呢 也有遇到這種 你會遇到嗎 有啊 有一定啊 怎麼可能 我在台灣的第二年已經畢業 他打給我們嘛 已經畢業了 然後當模特兒都是工作不固定的 所以你一直去學鏡 但是如果沒有學你 你會開始想很多 然後可能就是 每個月可能只有三個案子 三個工作 那薪水不到兩萬五 那兩萬五要就是你 放還有水油 可是租費可能是一萬多 一萬塊 然後吃東西 然後就是生活費 我覺得 對 不夠 對 不夠 對 不夠 所以我回去法國貸款 對 回法國貸款 對 法國貸款 就是大概二十萬 回法國貸款來台灣生活 對 是比較便宜的關係嗎 貸款比較 不是他在台灣也沒辦法貸款 沒法國人沒辦法貸款 對 沒辦法貸款 那你法國貸款還了嗎 還了 我就花大概四年 四年才可以回復 所以那時候我沒有就是 夢多那麼可憐 就是還可以 沒有 這真的 我沒有這 我只是買書 再次因為我會在家裡做菜 對 但是還是 因為沒有家人 所以如果有一些寂寞的感覺 打給我們 會像 而且語言不一樣 文化不一樣 所以你不就 你不記得 如果你的未來在這個地方 在我們這裡的 現在我記得 你們這樣會聊很久嗎 小禎你跟法比歐這樣會聊很久嗎 很久 他們好希望聊一輩子 對啊 出國在外總算 總是還是辛苦之外 我覺得最 我那時候在念書的時候 我最怕接到就是家裡的電話 怎麼了嗎 因為你就是現在 明明就是在學校的事只很苦 可是你接到家裡的電話 你又不想要家裡擔心 你要假裝很堅強這樣 對 所以好幾次我都是打點滴 然後生病 然後都已經 淚已經流到這邊 然後你還要把那個淚水淹下去 然後告訴他說 沒有啊 學校很好啊 瓜哥 他們都聽不出來嗎 聽不出來 怎麼是這樣咧 對啊 因為瓜哥一直在說 下面一位 下面一位 他有講別的句話 他沒有聽到你的這樣話 沒有 他有講別的句話 有別的 所以有沒有曾經在台灣打拚 然後接到家人的電話 報喜不報憂的 這個一定要 有啦 因為我的話 就是剛剛講的 我一開始真的很不勝利 是 然後就是 那時候媽媽會關心我嘛 然後說 欸 那你最近有接到案子嗎 有有有有 其實我記四季 四季的時候拍很多親戚人 可不可以幫我拍 那是四季照嘛 那就是說 當然是前面有那個攝影師幫我拍 就是拍起來我在工作 其實這個是四季 然後就是我每次四季的時候拍很多照片 然後跟媽媽說 欸 這個是什麼 雜誌啊 這個什麼 其實都是四季 就是都沒有選中 但是全部都說 因為我不想讓她擔心 但是呢 我比較難過的是 我的媽媽也不是白癡 她也是啊 你很棒很棒 就是她說她很開心的這樣子 但是她每個月喔 吃東西給我 就是EMS 因為日本到台灣EMS差不多 台幣的一千塊多嘛 裡面很多泡麵啊 白飯吃東西 她知道我有一點 就是生活沒有什麼 聽得出來了 對 然後就是我最難過的是 我每次就是看到她 一遍那個什麼 血信打開 就是有日幣 我每次看到這個 然後就是對自己很可惡 如果因為我的個性 一個男生嘛 而且我沒有兄弟姐妹 我應該是我要就是 讓他們靠我吃飯 但是現在我已經快30 那個時候快30 我還在就是讓媽媽擔心 他們還給我東西 我那時候真的哭 那你現在會寄錢回去嗎 有有有 那媽媽有說你寄台幣 我還幹什麼 沒有 我現在日本的 我的節目的錢 全部都給家人 哦 是 孝順 孝順 是 我的 我的妹妹跟弟弟 他們也很擔心我 因為我有跟他們說 我要過來台灣 我想要拍動作片 他們在問我 我什麼時候回去 我已經沒有回去很久了 真的 大概多久 八年 八年 因為我住英國的時候 我真的很忙 然後我過來台灣 我在台灣四年 這邊沒有工作 一開始沒有工作 所以我一直騙他們說 我很忙 我工作太多 不讓我離開 我不跟他們說 我沒有錢回去 對 所以其實一開始真的很辛苦 好像跟夢多一樣 我一開始也拍很多照片 去實景 開始拍一些小的故事 然後我跟他們說我 那個人很有名在台灣 這個人很有名在大陸 所以我這樣騙騙他們 苦過來了啦 是 對啊 雨晴 你怎麼了 新人 就那個時候啦 就是媽媽會問 就是拍得怎麼樣 我說都很順利 然後就是我會問媽媽 我有沒有保險 那媽媽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問這個事情 我說沒有啦 我想說那工作 我覺得我們要保多一點 我說那要什麼險 就是那種什麼 就受險啦 其實因為那個時候拍戲 有一個懸崖戲啊 就是我要穿裙子還高跟氣 我要說我要跳 我要跳樓 我要自殺 叫他不要過來 然後真的 我沒有綁任何繩子 然後我是這麼跨啦 當時後也沒有 完全沒有 連繩子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就看一下 這個懸崖有多高 我看了之後我想說 好 如果不小心我掉下去的話 我至少要看哪裡有樹 我要再怎樣疊 就是我要抓住那個樹 好樂觀喔 連樹都沒有 他就是大概二三十層樓 之後才有很多的樹葉 所以是真的在山上的懸崖 然後我拍的時候 我真的是腿軟 因為我很怕高 我就一直跨欄之後 我還抓著那個欄杆 就這樣子 你不要過來 然後導演說卡 你都已經說你要跳樓了 你還會抓住欄杆嗎 你要跨過去一點 然後我說我不要抓 好怕喔 然後我說 那導演我們認識嗎 沒有啦 那個時候 應該不認識 但是那個時候是真的很怕 然後我就真的硬著頭皮 我不抓 可是那一天真的是 我真的整個就是腿軟 然後反正就是 就這樣子拍完 所以我就覺得 哇 在台灣拍戲 原來是這樣子 我真的要跳 然後還有什麼 跳摩托車 我也是跳 然後我手整個皮 就是刮下來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然後真的好辛苦 然後我就覺得 那如果我突然間哪一天死了 至少我媽領到錢 我就這樣想 可是你打回去跟媽講說 媽 我保險可以提高一點 媽應該嚇死吧 對啊 我想說 我就沒有跟她說是什麼原因 是隔了好幾年 我才敢說 我上來台北的時候 也跟夢多他們一樣 就是很辛苦 那時候我有一段時間 因為沒有認識什麼朋友 然後工作也還沒有開始進來 然後我有兩個月 就睡在一個朋友的客廳 整個就是擺床在那個位置 那因為我跟我媽媽的關係 其實很好 就什麼事情都會跟她講實話 所以她打來的時候 都會心裡面就會很緊張 因為不想要讓她知道 你過得不好 所以就是有時候就會拍一些照片 就說這個是我的房子 這個是我的朋友 然後朋友經過來說 這個我們家庸人 真的假的 騙子 這因為真的不想要讓她擔心 因為都已經在台灣 離紐約人這麼遠 之類的 然後那個人就很可愛 不想要讓她難過 不過我們剛剛講的都是辛苦面 對 但是我真的覺得出國 你就會知道台灣好 台北雖然是國際城市 可是雖然是台北不大 所以你可以住在董區南港 然後去西門町去那一戶工作 很方便 就是很快 可是像我之前住在倫敦 那下班活假要 可能花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對 因為就是住在那個 兩個小時 倫敦太大了 很大 然後就是你如果要東區住 太貴 沒辦法 所以在台灣就是很方便 便利性也很方便 晚上肚子餓都隨時有東西 對啊 而且隨便 你在中南部 你要叫計程車要等很久 你打電話叫車也要很久 台北你只要出去招手就有計程車 那時間差太多了 對 吳子龍呢 我覺得台北雖然 雖然有一些人不是很好 有一些非常 沒有人性的導演 可是 我跟你講也有一些非常非常商量 非常棒的